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近日官宣赴德国社厂效应备受关注,德经处新任处长莱一华表示,至少有25家供应链厂商有意跟进台积电脚步,前往德国,捷克等地投资。 不过德经处提醒,台厂前往德国投资时虚留意员工沟通、工会文化和福利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挑战。 德国经济办事处新任处长莱一华六月底上任,日前首度与媒体交流师表示,随着台积电赴德国设厂,不仅能增加当地就业机会,也能加速先进技术发展,这对德国和整个欧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机会。 其透露,目前至少有约25家供应链厂商有意愿跟进台积电脚步,但除了德国萨克森邦,供应链厂商也可能选择捷克等邻近国家设厂。 近期,台湾半导体供应商组团赴捷克考察,德经处的服务执行单位,博致顾问有限公司新任总经理戴佩玲表示,虽然捷克土地取得成本较便宜,不过德国水电等基础建设完善,更有利台厂投资布局,也能就近供应台积电等客户。 厂商可能会思考在德国设立办公室,但是将工厂设在捷克。 戴佩玲表示,未来将有800名来自台湾的台积电工程师,以及相关供应链厂商进驻德雷斯顿。 同时,今年台德启动半导体人才培育计划,目前首批来台实习的德国学生已结业,规划明年扩大办理,招收更多德国学生来台。 至于台厂复得投资,戴佩零点出有四大挑战。 首先是面子问题,由于德国员工对老板讲话比较直接,反观台湾老板会希望员工讲话尊重,因此需要适用不同的沟通模式。 此外,德国没有加班文化,尤其现在许多年轻人认为,下班时间不应被打扰,比较注重自由时间。 戴佩玲说,台德公司的福利制度也有所不同,德国人比较重视休假制度,员工福利等,工会沟通更是一大挑战。 不过,由于台积电德国厂是与博士Bosch,英飞玲,Infinian和恩智浦NXP合资成立,相信有助于解决工会问题。 台积电富德设厂除深化台德关系,也推升台湾的能见度,吸引德国企业投资。 蓝一华表示,机械、生计、物流、绿能和数位健康等德国厂商展现对台湾投资的兴趣。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,德国企业也会依照产业群聚、劳力成本等考量,选择落脚越南、泰国和马来西亚。 与此同时,台积电三奈米需求强劲,产能吃紧,海内外同步动起来扩产。 法人预期,截至今年底,保守估计台积电三奈米月产能至少达8万片以上,后续进一步扩增到10万片。 未来也会在美国与日本厂区另个建置每月1.5万片三奈米产能,等于未来三奈米制成,在海内外厂区月产能合计将达13万片左右。 针对外赚的三奈米制成扩产进度与计划,台积电对此表示,不评论市场传闻,有关相关产能说明,依法说会所述为主。 台积电先前于7月的法说会中提到,在今年第二季时,公司观察到客户对AI与高阶智慧型手机相关需求,比第一季更加强大。 这使得其领先业界的三奈米与五奈米制成技术的整体产能备用率,将于下半年提升。 苹果发表iPhone16新机后,搭载台积电三奈米打造的A18系列处理器,引爆台积电三奈米第一波出货高潮之后, 高通、联发科最新5G旗舰晶片接棒于10月问世,加上辉达,AMD也将接力导入三奈米,引领台积电三奈米第四季起再重一波,意图营运可期。 台积电向来不评论单一客户与接单动态。 法人看好,台积电三奈米接单热转,不仅本季美元营收拼在超标,全年业绩年增幅,渴望由原预估的26%至29%,上调为31%至34%。 手机处理器与高效能运算HPC相关晶片是台积电三奈米两大应用,苹果为最先导入的客户,用于新机的A18与A18 Pro处理器。 随iPhone16将问世,让台积电三奈米先登上首波高潮。 第四季飞平阵营接棒,联发科、高通都将端出首款三奈米5G旗舰晶片,联发科为天机9400,高通为笑龙八战四,都找台积电代工。 近期市场传出,联发科天机9400在3DMark专案实测中,GPU效能相比,竞品提升30%,而在同等跑分成绩下,其功耗降低40%,高通笑龙八战四因为效能升级,表现有机会更胜苹果晶片一筹。 预料都将获得手机品牌热烈导入,为台积电三奈米带来更多订单。 AI晶片方面,AMD先前提到,明年将亮相的AI加速器晶片MI350系列会以三奈米制程打造。 其号称AI效能,越近幅度为该公司史上最大,可预期也是交由台积电负责操刀,让台积电三奈米接单持续热转。 台积电先前已公布,该公司于策略上转换部分5奈米设备,以支援3奈米产能。 而其3奈米制程,于今年扩增三倍,但仍供不应求。 法人认为,因应客户端强劲的需求,后续台积电三奈米制程产能,若想尽快从8万片提升为10万片,关键就在于,具备2万片产能的厂区,从何而来? 新建厂区在时程上肯定来不及,所以,目前研判应当就是把部分5奈米制程设备挪来使用,增加3奈米制程产能。 台积电先前提到,该公司从2020到2024年,在3奈米、5奈米、7奈米制程的产能复合成长率达25%。 另外,台积电下一代最先进的2奈米产能建设持续,高雄厂虚实待发,准备投入营运。 首座将于明年第一季投入,第二座预估第三季加入。 供应链透露,第三座晶圆厂将在9月破土动工,同时也考虑在高雄再建A14晶圆厂。 供应链指出,台积电无论在先进制程或先进封装的领导地位,带起全球的台积大联盟商机,台厂设备业者技术能力逐步到位,将为最大受贿族群。 台积电一贯不评论市场传闻。 然而,台积高雄男子批三厂自今年6月底正式通过高雄都委会变更为甲种工业区后,该地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改善工程,在8月中全案执行完毕,完成土屋解裂,同时申请建造。 过往台积电与南子区建造申请核准时间,介于1至4个月之间,最快估9月就将取得建造,破土动工。 供应链透露,高雄市政府态度积极,列油厂改善工程进度快速,北一二区及中区完成滤积近达8成,提高台积电在高雄增设A14制程的意愿。 另外,加以27AP7B建造,于9月上旬取得,包含FAB CUP控制中心。 其中,FAB总楼地板面积达21万平方公尺,多点快速进行,灵活满足客户需求。 相较竹南先进封测6厂,AP6支14.3公顷,加以占地面积达21.9公顷,将完整支持INFO、COAS甚至SOIC等先进封装需求。 外界预估AP7最快明年8月开始启动。 法人指出,尽管加一场土地面积大,燃南科AP8才能缓解燃煤之急,是近期关注重点。 带动产业商机,供应链指出,在地应用工程师资源充沛,随时提供台积电技术与产品导入客户端的全面支援。 近期观察到,设备业者本身技术能力逐步到位外,亦愿意提供制成参数,方便集中管理并持续优化制成。 本土化趋势成型,厂商透露,先进封装所处理的是,已做好的AIGPU,售价动辄数万美元,晶圆成本昂贵。 若能提早找出缺陷,提升减出率,就算提高0.1%的制成良率,也相当有价值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